世界杯上输了一球,韩国队集体向球迷鞠躬致歉,中国国族却躺枪本届俄罗斯世界杯,上演了很多精彩分成的好戏,首先是世界杯揭幕赛,东道主俄罗斯队狂欧沙特,以5比0的大比分获得开场红,导致沙特队颜面无光,难堪至极,再后沙特体育总局负责人声称对这次失利负全责,并且要处罚三名球员。 很多球迷纷纷表示,在国外踢球真不容易,输了球原来后果这么严重,想想我们的国族真的很幸福,从来没赢过,照样住五星级酒店,照样包机,照样工资高高的,福利大大的,国外球员真的没法比。 就在6月18日晚间20点北京时间,在夏诺夫哥罗德球场,韩国队和瑞典之战拉开了大幕,这场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的时候,韩国队的球员基民有犯规, 在禁区内缠倒瑞典队球员克拉松,被判罚点球,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点球,让瑞典队最终以1比0战胜了韩国队,面对世界级的强队瑞典。 这场比赛韩国队可以说表现得非常顽强,可圈可点,发挥出色,要知道,瑞典可是把意大利,荷兰送回老家的强队,和这样的对手抗衡,仅仅只输了一个球,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, 而且韩国队孙新民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,曾冲击瑞典防线,当然了,韩国队的整体水平,还是无法和瑞典底, 不管如何,韩国队已经尽力,不过这次韩国队分组确实运气不佳,所处的小组,对手全是强队,像德国,墨西哥,瑞典都是强队,一方面说明确实韩国队运气不是太好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整体水平确实不是太高,所以小组赛中,赢球和输球对韩国队就显得尤其重要, 韩国队全体球员压力都非常大,他们很清楚,以韩国队目前实力来看,想要在接下来两场比赛中,接连战胜德国,墨西哥,这是非常不容易的, 轮整体实力,韩国队几乎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,想要进入16强,有点无望,韩国队员赛后情绪很不稳定, 各个垂头丧气,沮丧至极,压力山大,而且这场比赛,来了很多的韩国球迷,韩国球迷鼓足了劲,为自己的球队加油,最后却输了球,比赛结束后,韩国全队并排站立,全都低着头,向远道而来的韩国球迷鞠躬致歉,场面悲壮, 不过,却有不少中国网友,却为这些韩国队员说话,网友紫袍伯爵说,已经踢得很好了,瑞典可是把意大利,荷兰送回老家的强队,韩国拼得对方几个球员都一拐一拐的下场了,而且才输一颗点球,虽败有荣,起码比国足那般废物好,国足什么时候也能这么拼,我们也满足了,也有网友不忘趁机耸国足,网友A先生说, 韩国足球有一种荣誉感,不像中国足球,大萝卜脸总是不红不白的,书习惯了,练干脆就不要了,这些年了,练就了一身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足球精神,网友听海泽把最近微信朋友圈光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搬了出来,巴西已经不是四年前的巴西,德国也不是昔日的德国,真正的足球强队应该是非常稳定的,放眼国际足坛, 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队,今天的中国队还是当年的中国队,纵观世界,没有一支球队,能像中国队如此稳定,不是每种牛奶都叫特伦苏,也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,中国足球队,专注输球30年,一直被模仿,从未被超越,我们不进球,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,世界杯上输了一球, 韩国对集体鞠躬向本国求迷致见,场面悲壮,而国内网友却不忘调侃国族,是不是有点不厚道?